8月15日起,北京具备校园疫情防控条件的高校可组织学生分期分批,措施措峰返校和新生报道。 届时起,各高校将陆续迎来一批批萌新。 大学生活有哪些不同?大学必做的事情是什么?如何利用好大学生活? 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来听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 89年,会计。 我是05年上的大学,油画专业。 我08年入的大学,学的是医学。 16年入学的电子商务专业。 2019年入学,专业是网络安全与制法。 还是很憧憬的,很期待啊,就是因为刚从那个什么高中学了那么三年,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之后,还是很憧憬的。 就感觉自己解放了,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了,不用据说。 很兴奋吧,因为毕竟就是跨入了大学的校盟,感觉就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一进学校就感觉,虽然学校比较小,但是比较秀气吧,进到大学了也是特别激动。 多年的付出有了很大的回报,就所以很开心。 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校里的一些这个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这种学生活动啊,都觉得都挺不错。 感觉还是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吧,拓缓眼界的地方。 课议时间比较多,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那个自己喜欢的课程,和以前的初高中学习生活相比呢,就是多了一些选择性。 自由空间比较大,然后生活上可以自己去自主的去安排一些事情,就是同时自我管理要求就对自己更高了。 就没有那么紧张的学习了,经济也比较独立,就离家也远了吧,就也不像以前那么娇气了。 老师不常见了,这跟中学肯定不一样。 跟同学的交流会更多一点。 人际关系可能之前感觉是那种比较单纯的那种,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一样,接触的人啊什么的都比较多。 谈恋爱,对,因为大学时候没有谈恋爱真的挺遗憾的,反正我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可能就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更纯真一些。 就是做一份兼职了,然后体验一下自己赚钱,自己花这种快乐,就更加能体验父母赚钱的艰辛。 一定要交几个好朋友,然后以后这肯定就是一个永远的好朋友了。 之前那种大学关系,现在感觉还是很美好的,是很纯洁的那种友谊关系。 就有这个时间了,你要去花精力去做一件你自己感兴趣的事,哪怕是一个兴趣爱好也好,有很多社团嘛,就比如说有些你感兴趣的,你在其中你可能能收获很多东西。 你进了社会以后,你的这些社团的这些资源也是你的人脉啊什么都是你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往后的人生规划可能更重要一点,多做一些社会实践,尽早地接触接触社会吧。 就是快速适应大学的生活,摆脱一些懒惰的坏习惯,大学的确很美好。 这几年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几年,到了大学不要就是太放肆,还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 希望你们好好珍惜这几年,因为学校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的时间就会过去了。 好好上学,努力攻读自己的专业,加油。